美国、英国和澳洲宣布共组军事联盟AUKUS 以开展核潜艇合作 那除了引起法国的强烈不满 同时也点燃了中国的怒火 中国官媒同批他们是美国的走狗 那报道还奉劝澳洲 不要以为获得核潜艇和攻击性导弹 就觉得自己有了口吓中国的资本 那文章写道 澳洲要是因此针对中国实施更加嚣张的挑衅 甚至在军事上犯件 那中国一定会毫不客气的反击 针对中国发表的强烈措辞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前天在接受澳洲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就回应说 他认为中国的言论非常不成熟 这不止令人尴尬还会适得其反 那在采访当中啊 有关的澳洲媒体人 这个澳美主持人 他是直接塞给达顿一个危险的提问 他问 你认为我们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跟中国开战吗 达顿也给出了他的回应 而澳洲新闻网在报道达顿这段访问的时候 所打出的标题更是直接宣称 达顿不排除澳洲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 Peter Datter's Blunt Warning over a perspective of war with China 那澳洲新闻网这篇被认为有意制造冲突 夸大事态的报道 立刻就在推特上激起千层浪 澳洲在未来会不会跟中国开战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在接受天空新闻专访时 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但在整段对谈当中 达顿多次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而澳洲新闻网在报道达顿访问时的标题 更直接宣称 达顿不排除澳洲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 并强调台湾主权问题是最有可能的引爆点 面对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在访谈当中也提到 澳洲、美国和英国宣布共同建立的AUKUS 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高的真实威胁 同时这也是为了确保澳洲拥有一个扩展和深化的联盟 因为过去几十年来 与国际伙伴的合作一直是澳洲国家安全的支柱 同时这也将会保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